俄罗斯全盛时的领土北起北冰洋,南达黑海南部,西起波罗的海,东达阿拉斯加,国土面积达到了2280万平方公里。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俄帝国逼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又伙同英国对中国帕米尔地区进行了两次私自瓜分,将中国东北和西北的大片领土纳入其版图,侧动外蒙古与中国分离,并武装侵占了江东64屯,唐努乌两海,使中国丧失了共计33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 即使到了现在,俄罗斯依然是公认的全世界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拥有领土1700多万平方公里,而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但有观点认为所有人都被误导了。 从有效国土面积来看,其实俄罗斯比中国要小,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视频制作不易,用您发财的小手按住点赞5秒,支持我们一下。 有效国土面积这个概念,是只能工人居住的土地。 有效领土这个理论,实际上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被提出来了。 在国土面积不能被明确界定的时候,通常就会采用人口数量来衡量一个国家究竟有多强。 因为一个国家如果有效国土面积足够大,那它能够养活的人必然会更多。 这种单纯计算人口数量来衡量国家是否强大的方式,就与现在有效国土这个理论高度契合了。 现在的俄罗斯拥有着17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但俄罗斯的国土有很大一部分在北极圈内,永久动土的面积非常大。 组组有1100万平方公里,约占俄罗斯领土总面积的65%,永久动土这种地方气温极低。 住在最北端的中国人对于低温都有很深的体会。 到了冬季,东北地区往往气温会达到零下20-30度,而俄罗斯还要更冷一些。 永久动土的气温常年维持在零下,这一片地方根本没法住人。 特别是在荒凉的西伯利亚地区,每平方公里的平均人口数量还不到两个人,仅有的人口大都聚居在与中国等邻国的边境上。 也正是因为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位于人烟稀少和高度寒冷的西伯利亚地区,这导致了俄罗斯真正的精华几乎都在欧洲地区。 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和其他地区不同,因为受到北大西洋暖流带来的温暖海水影响。 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虽然纬度和亚洲部分近似,但平均温度要高出一大截,甚至地处北极圈之内的摩尔曼斯克港口终年不动。 其实,俄罗斯的绝大多数人口也聚集在欧洲部分,因此从有效国土角度来说,俄罗斯只有欧洲部分才称的上市有效国土,而这部分的面积仅有不到500万平方公里。 任何领土比较大的国家的有效国土面积都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中国也不例外。 毕竟中国也存在着大片人类无法居住的戈壁、荒山野岭和沙漠等地形。 仅有华北、华中平原、各个沿海地带、东北三省和四川盆地有较为发达的经济和较多人口居住。 以这一标准来看中国的有效国土面积约为550万平方公里,但这也比俄罗斯多出了50万平方公里。 俄罗斯的永久动土尽管不是有效领土,但却是一片巨大的宝库。 这里埋藏着大量的石油资源和矿产,未来随着人类技术的发展,这里必然会成为一座宝库。 这就是为什么西伯利亚看似是俄罗斯的负担,但俄罗斯却把这块地方视若珍宝的原因。 不过对于俄罗斯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俄罗斯可能等不到开发西伯利亚的那一天。 俄罗斯的衰弱已经板上钉钉的事情,而且因为西伯利亚人口的问题,俄罗斯对于西伯利亚的控制非常薄弱。 整个俄罗斯东部和西部就靠一条西伯利亚铁路连接,一旦这条铁路被切断,俄罗斯将彻底失去对东部的控制。 其实,在历史上,中国和俄罗斯都有对这片永久动土的宣称权。 在明朝末期,整个西伯利亚都没啥人居住,俄罗斯民间组织开始不断朝着东方扩张。 有时候,往往几百人就能占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俄罗斯占地盘占得这么轻松,主要原因就是这片永久动土被明朝人嫌弃。 到了满清时期,俄罗斯对于永久动土的管理依旧很低,而且因为气候恶劣的原因,这里一直到现在都没什么人口。 所以,那时候,满清依旧有对西伯利亚的宣称权。 不过当时的满清皇帝康熙因为怕麻烦,便和俄罗斯签署了,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俄边疆,于是上千万平方公里的西伯利亚就这样划分给了俄罗斯。 如果当初中国获得了西伯利亚,那将对中国的发展战略产生极大的影响。 因为没有西伯利亚,中国现在的发展重心在南海。 如果中国有西伯利亚,中国现在可能会变成两头并进的模式。 关于俄罗斯和中国的领土比较就说到这里。 其实从这种比较可以看出来,并不是领土越大越好,领土还是能用得上才最好。 好了,本期到这就结束了,观看更多科普视频,记得关注科普视频。